胡舒立发帖意味深长 称猪头不受待见 天上人间背后藏匿 江泽民李先念两大家族 报告揭示武汉2019年5月起 购入PCR数量急增 日媒称 拜登盼望岸田介入台海局势 全球大崩溃 脸书员工无法刷卡进入办公楼 美国物流灾难 黑色星期五恐怕将取消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新闻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今年中国十一长假 北中南海内斗带来的紧张诡异气氛贯穿 除了孙力军和傅政华 两支政法虎引发舆论振动之外 其他不寻常的信号还来自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 先发在山的一段讨论猪头的微博文章 财新传媒及其掌托人胡舒立的政治影响力 被认为与王岐山有密切的关系 在王岐山于2017年出任吴时璇的中共国家副主席后 甚至美联社也在访问中向胡舒立求证 他会否淡出传媒界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外界会用意味深长来形容胡舒立 10月2号的一段微博 胡舒立写道 猪头不受待见与人们的观念很有关系 背负着这等恶名 一般人谁还愿意在餐桌上与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翻查胡舒立的微博 他其实常谈论饮食 诸如螃蟹烤鸭等等 但这次猪头二字实在是太过敏感 以至于很快海内外就开始讨论 他是不是在直桑骂槐 以及王岐山与习近平是否已经翻脸 胡舒立在10月4号深夜删除了这篇微博 却引发了更多的关注 有人议论说 不删也许只是在讨论饮食 删除反倒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胡舒立作为媒体老总 难道不知道这种炒作手法吗 这样一则微博之所以被揪入不放 全因为中共黑箱政治 各界只能从蛛丝马迹中观察证据 目前中共政坛最明显的动向 就是习近平对公安系统乃至政法系的整肃 旅居澳洲的法学界学者袁洪斌日前对大纪元透露 引发这场大整肃的原因是习近平的亲信 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 发现气统内部多次发生针对习近平的未遂暗杀事件 袁洪斌说 这些预谋行刺的人并不是很高层的人 很多就是地方官员 因为他们所属派系受到整肃 因此对习近平产生了很大的仇恨 他分析说孙力军和傅政华落马 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对对手进行最后打击战略的一部分 接下来要整肃的对象还包括曾庆红的势力 国际关系专家阿歇克·纳朗 早前以习近平向全球踢爆中国共产党最大弱点为题 发文指出 习近平发起要求党员绝对忠诚的运动 形同对世人承认了中共最大的弱点 就是没有忠诚的党员及支持者 只有一大批为个人利益而入党的投机分子 作者写道 同时习近平还很清楚 党内有江泽民等组成的上海帮对他虎视眈眈 一旦中共内部的异议声音达到某种强度 上海帮就可能借机发起挑战 因此习近平只能通过意识形态运动及大清洗 来将可能的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 纳朗认为习近平在试图约束中共党员的同时 也不小心让内外对手都知道 中共已经分裂 内斗打得不可开交 在原中共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落马后 知名法学家袁洪斌对看中国透露 习近平不肯重用傅政华的原因 即曾被傅政华查抄的知名夜总会天上人间 袁洪斌教授透露 傅政华之所以和孙力军结成同盟 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对习近平的亲信 王小红将接掌公安部这件事情极度的不满 袁洪斌表示 傅政华以为自己在整肃北京夜总会天上人间中 立下了汗马功劳 应该有资格做公安部长 但是傅政华在官场上有个绰号叫做三姓家奴 左右风源 并非习近平以众之人 习近平提拔的是自己多年的亲信王小红 袁洪斌还讲述 作为北京四大夜总会之一 天上人间的老板当时在北京是无人敢惹 包括中央军委都不敢招惹 因为天上人间的后台有两个 一个是李先念家族 另一个就是江泽民家族 袁洪斌说道 大家都知道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是谁推荐的 是李先念推荐的 这两个家族他们的子女成为天上人间的股东 所以这个天上人间在北京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2010年的4月 北京警方在一次例行扫黄行动 对天上人间等多家级总会突袭检查 事件震动了京城 官媒人民网随后报道称 天上人间之所以在京城十余年不倒 是因为有后台 而且后台全是很大 天上人间老板谭辉 曾在2018年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承认 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是李先念妇人林家梅的侄女 即林家梅弟弟的女儿 彭博社10月5号披露 一份来自澳大利亚 美国英国的研究显示 早在北京首次向国际通报疫情几个月前 湖北省武汉市就突然开始大量的购买了 用于检测病毒的关键PCR核酸设备 报告显示 2019年湖北省购买PCR测试的费用是6740万人民币 几乎是2018年总额的两倍 这一上升趋势开始在2019年的5月份 而根据世卫官网的信息 直到2019年的12月31号 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通过武汉官网 了解到当地出现病毒性肺炎的病例 直到第二年的1月9号 中共才公开表示 确定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 这份报告是由包括前情报人员在内的 一个名为Internet 2.0的研究公司发布的 该公司专门从事数字取证和情报分析 报告的数据依据来自对公安部门采贡和 统投标信息网站记录的汇总 报告说根据这项研究 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 大流行开始的时间比中方向世卫组织通报 发现病毒的时间要早得多 这引发了有关溯源的讨论 Internet 2.0呼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不过彭博社也引述几位医学专家指出 这份报告的信息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中一位专家表示 一方面PCR检测已经保额广泛使用了几十年 已经成为检测病原体的标准方法 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PCR设备除检测新冠之外 也未广泛用于其他病原体 包括对动物进行检测 一位已经阅读该报告 并要求匿名的澳大利亚生物化学家认为 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对激增的采购数字做出解释 彭博社介绍说 这位生化学家在PCR的研究应用 及免疫学方面都具备深厚的背景 他认为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了 对病原体诊断设备突然且显著增加的需求 这提出的问题是 该设备到底用来检测什么 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 已经正式获得国会指名为第100任首相 新任内阁正式成立 产经新闻国际新闻中心负责人杜边浩生指出 岸田曾担任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内阁的外务大臣 明确承袭以美日同盟为中心和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 估计美国拜登政府会针对北京对台湾的挑衅 寻求日本新政府明确的介入 渡边引述美日外交关系人士指出 岸田曾在2012年的12月到2017年的8月 担任安倍内阁的外相 这也是美日同盟最深化的时期 对美国而言 岸田新政府最大的魅力就是政策的延续性 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科罗宁提到 今年夏天起围绕着美日两国的安保情势越来越严峻 中方出动数量空前的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 朝鲜则一再试射以驻日美军等为目标的新型飞弹 而随着美国撤离阿富汗而带来的动荡 动摇着美国的威信 也曝露出美国和欧洲盟邦的步调混乱 面临升高的威胁及不确定性 拜登政府对日本新政府的要求之一 将使强化包括拥有攻击敌方军事基地能力的内在防卫能力 渡边认为 台湾局势攸关美中冲突与日本的安全 因此拜登政府正摸索美日台联手之道 这可能会成为岸田内阁外交的试金石 脸书及其旗下的Instagram和WhatsApp 在美东时间10月4号晚发生了全球性的大当机 可能会影响到数千万用户 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尔5号一早在个人推特爆料称 与一名脸书工作人员通过电话 对方告诉他今天早上员工无法进入办公楼 因为他们的识别证都不能刷了 无法评估这次大当机的严重程度 这次推文一小时内迅速地被转发超过万次 意外获得超过3.2万次点赞 并被引用超过6000次 许多网友留言都说是遭到了堪称改变人生级别的网络攻击 脸书一位发言人表示 公司员工使用的一些内部服务 包括团队通信工具也出现了一些中断现象 这次当机持续超过6小时 全球超过80%的用户投诉无法打开脸书 从追踪网站Dunton Tech的状况回报地图可见 受影响地区范围非常的大 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大崩溃 不过国外资讯安全专家认为 虽然不能排除黑客的攻击 但事件源于脸书内部的错误的可能性更大 脸书股价在周一五盘交易中下跌超过5% 成为近一年来最糟糕的交易日 由于美国港口拥堵严重 今年黑色星期五可能面临无货可卖的境地 物流专家警告说 这可能对经济全球化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连接亚洲的海运门户洛杉矶长滩港 从7月份以来拥堵程度已经达到了危机水准 据南加州海洋交易所的数据 截至9月28号 在洛杉矶长滩港拥堵的集装箱船达到113艘 平均进港时间长达8到7天 再次打破记录 很多等待进港的货船已经停泊了4周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玩具 服装 电子产品 车辆和家具都被堵在了港口外 同时 东海岸也拥堵严重 卫星图片显示 纽约新泽西港港口的压力可能不小于洛杉矶 港口拥堵导致运费飙升 进而使美国一些小型零售商倒闭 还有一些商家选择航运 结果促使航运价格暴涨数十倍 每日邮报报道称 物流专家表示 这将让此前引以为傲的经济全球化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代表世界各地航运工人的工会联盟警告称 全球运输系统即将崩溃 消费者专家警告美国人 现在就开始进行圣诞购物 目前距离圣诞节只有85天 距离感恩节只有8周的时间 很多商品可能无法准时抵达 届时黑色星期五可能要取消 一篇发表在大洛杉矶网站的文章认为 拜登政府对这种政策处理不当 是加剧国际物流紧张的一个原因 拜登要求与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企业 强制接种 否则就面临开除 港口工人就面临这种威胁 但港口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替代者需要至少半年的培训 因此原本港口工人就人手不足 在开除有经验的工人 简直是雪上加霜 文章认为 拜登政府的强制要求 已经使得美国各行业 都处于灾难的边缘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两岸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